大家好,我是老牙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唱歌呢? 老爺本身是很喜歡唱歌啦 那因為老爺生產環境的關係 所以老爺大部分聽的呢 都是台語歌比較多 那台語歌裡面有一首 黃以靈的 靈心的歌 是老爺本身很喜歡的一首歌 因為他 很確切的唱出了滿滿的人生的體驗感 是老爺去KTV都會點來唱的歌喔 那今天老爺就要跟大家來分享 靈心的歌 喂,不是啦 老爺分享的都是調酒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杯 跟聽靈心的歌一樣 喝起來有滿滿人生感的一杯調酒 他的名字呢叫做Niglory 有點難記嗎? 沒關係 老爺教你一個方法 你只要記得這杯酒他的 他的哥哥有一個英文名字 叫做羅尼 所以呢 你只要記得 他的名字就是 你 哥 羅 你 你 沒好笑 好,沒關係 沒好笑就算了 重點是 要跟大家分享這一杯酒 那在做酒之前呢 提醒大家 記得 訂閱老爺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如果喜歡老爺分享的酒呢 也記得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就來開始做這支酒吧 好,現在我們來製作Niglory 這杯酒是用 琴酒 加上Compary 加上 甜香愛酒所調製而成的 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 這種 大的 寬口的杯子 放得下冰塊跟酒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們加入 琴酒45mm 琴酒呢在這杯酒 來講他的角色是賦予這杯酒 香氣 這杯酒主要的香氣都來自於 琴酒 這邊加入45mm 接著是Compary Compary它是來自於義大利的一種藥草酒 他喝起來就是口缸口缸 這邊呢我們加入 20mm 好 最後是甜香愛酒 甜香愛酒他在這杯酒 是 最重要的 甜味的來源 我們在這邊加入30mm 好,然後我們加入冰塊 然後我們來攪拌他 然後我們來攪拌他 你跟Rory這支酒呢 以正常的酒譜來講 他三個材料 應該是1比1比1 那是因為 Compary它是一個 喝起來苦感比較重的酒 所以第一次喝的人大部分人都比較沒有辦法 接受 他的苦感 所以呢 老爺自己在家裡 試了很多次 目前這個比例呢 是老爺覺得喝起來 最適合 初覺者來喝的一個比例 當然你事後如果自己 有興趣在家裡調的話 這比例上都可以自己再去做 自己興趣上的哪裡 好,然後我們準備一個 這種威士忌杯 裡面放一顆 大顆的冰塊 像這樣的 冰球 這樣的冰球呢 它的溶解速率比較低 比較不會很快就把 溶解掉 然後把我們的酒給稀釋掉 這杯酒就不好喝了 然後我們就 把我們的酒倒進去 很漂亮的一個顏色 最後呢我們準備一個 橘子 橙皮 削下一層 橘子皮 然後呢 我們這樣子 稍微擠壓它 橘子皮裡面的那個 皮油 就會 讓這支 酒 會有更多的 柳橙皮的香氣 喝完之後呢 稍微這樣 捲一下 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 Nigalori 好 到了老爺最喜歡的試喝時間了 我們來試喝一下這杯 Nigalori 嗯 啤起來香香 喝起來口感口感 這就是 喝新的滋味 有機會也可以在家裡試著做做看喔 如果想要 更了解這一杯酒的話 影片下方有更詳細的說明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喔 下次影片再見 好大啦